欢迎收看中间的意想世界 我是黄一清 任何美好的事物随着时间 其实都需要新元素的包装 才能够展现新生命继续发光发热 我们今天要带你来看 由罗大佑 李宗盛 周华健 还有张正月组成的团体纵冠线 几个歌坛老大哥就因为这样的特殊组合 在两岸掀起一阵旋风 而当中最特别的成员 可说就是张正月了 因为他跟这些老大哥比起来 他是年轻了不少 不过因为他独树一格的摇滚风格 也促成了他跟这三位歌坛大咖的结合 也要张正月的名字在大陆创出了名号 那个时候其实我的人 在大陆其实大家不是很熟悉 歌很熟 我们爱得出体验 那个时候很熟 只是对着不是很鲜明 那个印象不是很鲜明 那我们曾经就闹一个笑话 就Monkey拍了那个Tony的时候 我也在那儿弹其他嘛 就海南岛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 就我一出来之后 就大家就是 到底是我啊 是他这样的 歌红 人不红 这是张正月 当初在大陆面临的考验 不过07年 OK这张专辑 借由温暖曲风成功打进大陆市场 感觉可以忘掉很多事情 然后很快乐 用那个OK那张去做的话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切入 那如果说我是用 用什么秘密基地或者是有问题 我觉得反而他们会太heavy 我觉得用一个比较软的方式进去 其实还蛮好的 而且是大家已经熟悉我的歌了 前进大陆绝对是市场考量 随着知名度提升 商言演唱会邀约不断 一辆穿越时空的火车 翻越山 渡破了 这些旅途中我们写了歌 新鲜的 给你娱乐 隔年张正月歌汉罗大佑 李宗盛 周华健 四个人组了团体纵贯线 这样的排列组合 很新鲜 很特别 不过团队中的她 乍看之下好像有点不太搭 你很快就会先注意到阿岳 为什么你在这里 对 可是如果没有阿岳的话 是接我们三个的话 其实你已经几乎可以 幻想那个唱片长得怎么样 有可能我们都会在 同一条轨道上跑的 可是阿岳来的时候 就是撞击出不同的 就三个人在滚石的位置 其实很大 就是前中后这样子很大 而且可是要找一个年轻人 以免又太老 然后稍微就是要拉回来一点 对 那他们就觉得 就我好像还蛮OK 他们就问我 现在你会不会打鼓 要跌跌撞撞 才找到答案 你说我总是荒唐 我承认我是荒唐 你以为 乐团成居那年 罗大佑五十九岁 李宗盛五十五岁 修华健五十三岁 张正月年纪最小 可是也有三十九岁 四个超熟龄男人 破天荒组成 史上年纪最大的新团 但拿张正月和这三位 资深老大哥相比 辈分还是差了一大截 不过他也扮演着 最关键的角色 创作了音乐最贴近年轻人 让纵贯线的粉丝群 往下扎根 串联不同世代 大哥发现 那你们那个 要写那个饶舌的歌词 当然傻 饶舌 要我们唱 对对对 要你们唱 就练一下嘛这样 然后我就跟那个华健说 就是你就把你 想想讲的东西 写出来 然后我就帮你整理 再帮你把那些字句段落 帮你整理好 甚至帮你唱过一遍 你再跟着我去唱就好了这样子 他也很努力地写超多东西 出发了 要问那路在那 迎风向前 是唯一的方法 四个跨世代的音乐人统在一起 风格各有不同 罗大佑 沉稳内敛 宇宗盛 浪漫细腻 周华健 清新奔放 还有张正月的放藏夫妻 都为这个组合激荡出许多火花 他真的是个Rocker 我们都不是 你肯定对我说 你永远爱的我 我只有跟他讲说 大佑你知道我小时候认识你的时候 是在那个我叔叔的那个歌词本 练习1980 持续多大便 好像在第一个影像 敢跟教父级音乐大师开玩笑 这就是张正月敢说敢玩的特质 他在团体里面 周旋在三位大哥之间 除了写歌 录音 更让他难忘的 还有马不停蹄的巡回表演 你看看阿月 你看看阿月 他有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可以拿练习打鼓的 然后阿月呢 就是一个调皮的男孩 每次都在拿着鼓棒这样子 在练习他的鼓点 很厌 因为我没有 没有那么密集的工作过 回来个几天 三四天要走了 一个月 然后回来三四天 衣不断的没干 然后要走 湿湿的 然后塞进那个行李箱里面 会觉得很累 但是现在事后去回想的话 他是算是甜蜜的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 把我的想念还给我 把我的想念还给我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这条纵冠线直通大江南北 表演工作满档虽然辛苦 但据说这四个人 藉由纵冠线 每一位收入至少破亿 不过原本规划了阵容 可是还有位超级大咖 却无缘捞金 然后中间还有五百 对啊 他不晓得五百就没有进来 这样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像我们 一人五百因为唱片乐的问题 没有加入总贯线 最后就保留张正月这个位置 跟着三位前辈四处征战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生再见 因为也许就在也见不到你 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 要分离 我眼泪就掉下去 纵冠线起点台北 开了一圈又回到故乡 2010年1月30号 四个人在台上挥手说再见 成军两年的纵冠线 走入历史空前绝后 结束纵冠线后 张正月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段日子里 他常常回花莲部落 没事就冲浪 玩滑板 也热爱骑单车 像我可以一口气 骑车骑很久 像我一口气 我骑骑骑 只要爬山路 然后再平路这样子 就我可以骑四十公里 喝个水这样三十一秒 然后继续再走这样子 然后四十公里 然后下午没事 再去骑好了 四十岁了 不再像年轻的时候 过着只醉精明的生活 现在的她早睡早起 她笑着说体能状况 比年轻时还要更好 2013年推出的新专辑 更反映了她的生活态度 她的意义是什么 我看你也说不出口 一辈子也只有盲愁 张正月改用原住民名字 海牙古墓发行专辑 或许是跟着老大哥 巡演了一年多 从这张唱片更可以感受到 她已经变得稳重又成熟 那阿岳她的曲风 其实还蛮多样化 从一开始到当晚彬后 到最近这几年 大家都可以感受她的转变 就是从一个男生到一个成熟的男人 海耶 海耶 然后一样啊呀哟 那路完哪一样啊呀哟 熟悉回家路 何时变得残破 小女孩你别哭 牵着你一起走 从都市回归到乡村 生活状态投射在歌曲上面 也唱出许多社会关怀 和人文议题 此时的她不再脱续 不再躁动 只想好好唱歌 至于未来 应该这么说啦 有可能我这一两年之后 就没有啦 之后就是回去 可能就不搬回台北啊 那退不退休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我当成退休 可是我歌会一直写 其实我的心已经在退休了 我的灵魂这也在花脸啊 好 台北可是关不住 奔放自由的张正月 不过计划退休前 他还有任务要向歌迷交代 这出道二十年来的音乐历程 这次的演唱会它算是我 就集结我这二十年非常重要的作品啊 然后也是我这二十年一个总结 所以我这二十年写的这些歌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 每一个阶段的改变 对 从我早期的就是喜欢你到 到自由 然后一直到最后这些什么小星星 很原住民的 只是一个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循环啊 二十年的时间并不算短 退休前 他终于要站上小巨蛋 回顾张正月的音乐故事 他的青春都在唱这些歌 而这些歌也是许多人的青春 不管退不退休 张正月要继续创作 用音乐刻画未完的人生 老东西的新人素 稍后回来我们带领前进大陆 厦门这个油画村 在这边重新给了艺术家新的生命 欢迎回到中天的《异想世界》 讲到客家菜最传统的菜色当中 有所谓的四文四炒 八道艳客的标准菜色 而接下来 我们就带您走过时光隧道 来到一间百年古厕当中 品尝道地的客家味 但是这一道道的料理 不是由老师傅 竟然是由一群年轻的厨师 烹煮出来的 古厕里围坐大圆桌吃饭的感觉最对味 这样的吃饭气氛 和难让人联想到 这些古老客家味是由年轻灵魂喷调出来的 还有吗 不好吧 放一些酱油就好了 我们的味道比较 我们的味道比较弹好 把它酱就可以了 六十八年次的大厨阿勋 十八岁开始学做菜 没到快炒料理 只要经过他的快手 几乎不超过两分钟就可上桌 咸猪肉要先过油 把咸猪肉多余的油脂 稍微炸一下 让它吃起来不要入油 传统客家咸猪肉得先蒸熟切片 炸过的猪肉再把油沥干 才能下锅炒 OK吗 好 放下来略炒一下 放入蒜头跟辣椒 再稍微煸一下 让香味出来 然后放入葱跟蒜苗 去炒一下 放入酱油 放入米酒 大火快炒两分钟后 猪肉伴随炒香香味四溢 还没回神 匠子大肠已经下锅 这样是要把它炒软 要稍微煸一下 比较不会辣 加入黄豆酱 再放一点糖 香气炒出来后 然后放入大肠 大肠不要煮太久 不然会太老 最后加入醋跟香油 利落起锅 原来越古早的味道 制作起来越不拖泥带水 基本上不会难炒 对 对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那个本土黄皮小土鸡 73年次的阿易是个剁手 那这个土鸡是哪一个 大鸡山上来的 放山的 那头发是这样的 Juicy 那叫客家里面 怎样才做得比较好吃 烫 焖 剁 你声音好的时候 你一定要剁多少 二十几字啊 手痛 客家招牌土鸡得先焖 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这鸡汁饱满 加上土鸡特有的嚼劲 是掏客必点菜肴 最年轻的油锅手阿韦 还是个八年级生 但炸起这道塔香茄子 早就驾轻就熟 现在就是把茄子 先炸给它透 然后等一下再给它丢再炒就好 要炸到怎样才炸好 很乱 这个软不要太硬 然后等一下 因为等一下还要炒 然后先把葱 还有蒜头跟辣椒爆香 爆香后再下锅的茄子 加入酱油跟米酒快炒 炒差不多之后 快起锅前放酒成塔 姜丝大肠色泽透亮 酸度刚刚好 至于客家咸猪肉的食材 来自同样古老的北谱客家庄 客人也爱来上一盘客家小炒 由于软Q豆干入味 视觉与味觉的饗宴都到尾 冷冬里再来上一碗客家经典闻汤 绝对是个完美句点 最主要是汤头 汤头只要好的话 闻出来的东西就是还蛮不错的 那笋干的话 只要用我们的那个桂竹笋 桂竹笋 然后这个汤头是我们烫鸡的那个鸡汤 拿来闻这个笋干 所以它只要够油 然后汤头是甜的 那闻出来的竹笋就很有味道 中家古厕传承五代 到这一代的中家年轻夫妻 将老房子改建 要将祖先的故事跟童年 凝结在所有人的记忆里 要这种的缝茶 缝茶要够酷的 这个都还很好 都还可以转 都保持很好 这是我们带来的这个 一屋子的古董装饰 都是亲友捐赠 整个家族都投入了心力 老板娘爸爸的缩衣 就高挂在墙头 这个缩衣是我19岁的时候在穿的 要给小孩子知道说 我们以前的人 是怎么样做农 穿什么雨季这样 所以这个缩衣 我是保持很好 所不得说丢掉 人家要跟我要 我都所不得 不能不提的 还有这个八角床 经过一个世纪后 它的位置从来没变过 我女婿的阿祖 她的妈妈的阿祖的嫁妆 她嫁妆做的 结婚的时候做的 已经经过五代 一周一半当思来出不意 前人种树 后人如今不仅能乘凉 还能将祖先的故事跟身影 挂在墙头摆在屋角 让所有来这边吃古早味的民众 也有着满满的感动 老巫不老也依然美丽 接下来我们前进大陆厦门 这边的乌石浦油画村 已经经营了二十多年 是个画家的聚集地 不过过去是以仿画外销起家 复制一张名画只要三个小时 代价只和台币五百块 而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原创性 在这过程当中不见了 不过现在的乌石浦已经觉悟 解放了艺术家奔驰的想象力 也让这边变得生机盎然 一年创造了六亿人民币的产值 纯白加入一点黄 画笔清点用颜料说话 你这么一看你就知道说 它这个是一种很掺山感 那其实我讲的就是一个人生的道理而已 画笔下有灵魂有故事 这个已经在乌石浦油画村待了十九年的画家 曾经是学校的老师 也曾经是仿制名画的画家 改走自己的路改画自己的感动 子弟兵拖着这些山源 往头顶上传过去 那在我画面中的话 它就算是一个仰视的一个角度 这幅描写汶川地震的作品 卖出了二十八万五千元人民币 当时我非常高兴 你觉得但是没想到要卖 我也没有想到要卖 而且我也没有想到说 这张画还会有人收藏 一幅画一百四十万台币 和过去一幅只卖几百元的仿画 不可同日而喻 当你创作艺术品的时候 创作一张好的画的时候 你是不 基本上你是要放弃这个挣钱的念头 你唯有放下了这挣钱的念头 这张画才会更值钱 过去放下教书铁饭碗 现在放下魅俗开拓自我风格 在吴石浦有这样想法的人 廖晓明不是唯一一个 游画街上整排画廊 桌上摆着大量纺织名画 但墙上显眼处挂的全是原创作品 转型在画廊里留下痕迹 而隔着一条马路的游画村 秀公寓外墙上一个铁窗 一块招牌就是一个工作室 在家做画也在家做生意 典型的乌石浦生态 台子上的画作每三小时就能复制一幅 开价不到台币五百元 光靠这样的收入要维持工作室 越来越难 乌石浦这个号称全球前三大油画基地的一村一街 将近五千个人专职画画 平均每年产出三百万张油画 年产值达六点三亿人民币 但这几年房租连翻掌 画家画将纷纷出走 乌石浦在危机意识下不得不转型 舍弃大量复制原创画展每张画都是唯一 做生意也不再只仰赖外销订单 四年前我们的内销比例基本上只有五个点左右 现在今天应该接近总量的一个百分之二十左右 打通内销市场开拓原创题材 由着二十多年历史的乌石浦油画 从油画加工转向油画创造 企图靠打出自我风格 站稳油画一村一街的脚步 任何美好的事物投注心的力量 总是令人相当的感动 也感谢您今天收看中间的《异想世界》 我是黄一清 我们下回见 第二次视频道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过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第二次